哎呦 我女儿呢 什么呀呀 呀呀呀呀呀呀 妈 妈妈 你们怎么了 妈妈 这怎么了 哎呦 怎么了这是啊 还怎么了 我女儿在这里 你就让她跪着擦地板呢 不是啊 妈 这真的是个误会 那个我妈起上班了 她就 你不要跟我讲妈 你记不记得了 当初你要娶我女儿 回家的时候 你跪在我和她爸爸面前 怎么说的 你讲好的 一辈子要对我女儿好 你说你会心疼她的 哦 这就这样你心疼她 跪在地下 给你们家擦地板 你是心疼她吗 我妈在上班 我又在写东西 那个就擦个地 主妈妈 你误会了 不是这么回事 我是做好了那个 炸酱 炸酱了 对 完了我说你们一会 煮个面什么的 这会儿她就擦地去了 你拿脱步呗 你还跪呢 擦干嘛 你讲什么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我女儿电话里都跟我讲过来 你有什么准备的 你不就是给她的日程表都订好了吗 早上起来 你让她去小菜场买小菜的 回来以后你们上班去了 她又把家里打扫干干净净的 最可气的呢 晚上回来 你们一家人吃完饭 坐在里看电视的时候 你还让我女儿去给你们洗碗呢 你把我女儿当成什么 你把她当成你们家小保姆了 重点工啊 妈妈 这么一说都不是小保姆了 都成了突养集了 把我们都说成了恶霸地主了 哪有这回事 你怎么什么事都打电话跟你妈妈说呢 你哪有这样 我 你跟你妈说的 我什么时候这样对待过 你跟你妈说 有这回事吗 我们没有 我自愿 你都被他们害成这个样子了 你在妈妈爸爸面前都不敢说 给他爸爸端个西郊水 我都怕他把水泼出来滑倒啊 我们真的是把我女儿当做千金宝贝一样的呀 我没想到 他到你们家里了 你们就把他 你们就把他当成终点工晓阿姨呀 我比妈买小孩 你们还想让他做什么 天地良心的 妈妈妈你别激动 你看 那个 咱们不激动啊 您说完了 您让我说 如果你们家的金娜 嫁到一个婆家去 那个婆婆这样对待她 你是怎么想的了 你看啊 就是金威 她一天 她弄那个事 然后呢 我呢 陈索一谈事 现在全家就她一个闲人 所以你说她在家 什么叫做没事了 你要上班 你女儿有工作 你们家金波在写东西 你晓不晓得了 我女儿现在的事是最大的 最重要的 她现在就是在养身体的嘛 她养好了身体 好给大家传宗接代呀 这是天大的事情啊 妈妈妈 我跟你说 这个事啊 我跟亚亚都已经商量好了 我们俩呢 这个时候没有这个打算 你们商量什么啊 你们在这个家里有地位的 你们住在她这里 你们还打算什么啊 我 不要骗我了 哎呦 你倒是说句话呀 老猪 妈我跟你说 我妈真没有这样对呀呀 我妈走的时候 好嘞 我已经亲眼看到了 你还要讲什么了 女儿 跟妈走了 不在这家呆了 太欺负人了 走了走了 妈妈 回家了呀 走了走了 不是 星波 走了 哎呀 不是那个 不是 这是干嘛嘛 哎呀 走 哎呀 这个 爸 西小华同事 不是你 之前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啊 我觉得我们自己都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问题 是是是是 好了好了 老猪呀 不要在这家里呆着 好啊 爸 金波 走呀 你怕什么了 妈妈在这里 你怕什么啊 这怎么回事啊 突然这一出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妈您您先坐着 您您别气了 真是 我不是 我是实在是不明白 你说你找这什么人呢 是是是 这什么爹妈 什么父母啊 妈妈您千万别气 那个亚亚从小教育惯养了 那个可能 可能她打电话的时候 不小心说的 还有啊妈 我不是我说您啊 平时你有时候说话吗 不要太严厉了 亚亚毕竟是小孩 是吧 还是我的事 不是 不是 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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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我听明白了 好好 还是我的事 都是我不对 我不好 我我我我 我 你别跟我说 别别说了 别说 妈 我怎么会这样 认为您呢 我什么都不对 我我 我不对 都是我的错 我的问题